全面掌握国内外重要头条 专家分析 人物聚焦 黄光晴 POP抢先报 你好 POP Radio POP抢先报 我是来宾杨中华 是 大家听到没有 这曾经担任过社会记者 曾经担任过山地电视台的主播 现在呢 是报将大贡玩 台湾名场 而且获得CN的台湾美食 第38名的排行榜 这是报将大贡玩的创办人 杨中华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杨中华 向来没有来宾 要抢我们的麦克风的 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杨中华 而且中华是 如果按照这个时间 他早就在忙于他的这个事业了 中华你是一个人生相当曲折 大起大落 大起大落 而且有受离奇的 因为这个前主播 你光是封上主播这个封号的时候 很多人就会用很多这个眼光来看待你 曾经成名 然后现在得力了 那这中间曲折 其实转折 还包括太太 他的这个病情 其实都是我们今天故事的精华 中华 你在这个十几岁的时候 求学时代 你就活蹦乱跳了 你先来讲一下你学生时代的杨中华 我那时候念书就十七岁的时候 后来就是拍那个陈坤后的那个电影春秋茶室 你饰演什么角色 我当时是演一个叫吴再发 那是干嘛的 就是跟这个茶室老板的儿子啊 就是每天就在那边混 就念书了就混啊 然后那个老师是姐夫啦 反正他这个电影的故事 就叙述十几岁的小朋友 然后就救一个那个山花 就是被卖到那个人口贩子 被卖到山里头去的原住民的一个女生 他那时候拍那个电影的时候 这个十几岁嘛 为什么选中你 那个那时候他是有选角嘛 就是那时候 那时候看到这个讯息同学就会抱来抱去 像我那时候同班同学是刘耳精嘛 然后黄子娇是我学弟嘛 是 然后曾国成是我学长 耳精后来去说相声去了 对对对 然后那时候我就十七岁的时候 就拍了陈坤厚的电影 那那时候还跟 哇现在红得不得了什么 张爱佳啦 还有这个梁家辉啊 那时候我十几岁的时候就认识他们了 你当时候读的是世心广电 世心广电 那显然你对于比较外显的 这样一个未来的这个事业 你是有追逐的 那当时候你应该是想当演员的想法是高于当记者吧 对以前在学校的受训世心嘛 就参加话剧社啦 嗯哼 然后以前想说哎就去拍戏 然后就混口饭吃 这样就算了 嗯 那时候人生的想法还蛮简单的 嗯 那后来演员当不成 为什么 你为什么没有办法延续当演员 我觉得你很适合 我那时候可能就是后来因为当兵的关系嘛 嗯 然后当兵的时候有断掉 嗯 不然那时候还有接一些公式的节目 真的 戏剧什么 佳佳福啦 嗯 全佳福啦 哈哈哈哈 跟那个蔡燦德啦 红奇德啦 是 然后还有那时候 那个还有许 许杰辉呀 嗯嗯 哦那时候 跟他们那时候有有有演戏过 但是都是十几岁的时候 十几岁 所以后来是什么转折让你觉得哎演员可能当不成或是我不想当 然后我后来进入了新闻界 后来最主要就是我在这个当兵的时候 嗯 我后来服役的时候就是扛御官嘛 嗯 然后有在空军广播电台呆了一阵子 嗯 那就是当新闻官 就每天就背一个那个录音机啊 嗯嗯 就跟这个光景姐你现在这个radio是一样 然后就去行政院啊交通部去跑 也是要跑新闻的 空军广播电台 空军广播电台 嗯 然后那时候每天都上下班 是 那我当兵的时候就可以上下班 是 那新闻官的历练就让我那时候 我也要写采访稿 嗯 然后背一个那个 这个那个收音机啊 是是 去行政院交通部 嗯 采访 新闻稿回来还要这个自己播 嗯嗯 播完之后哎 没还有稿费 嗯 一折稿费那时候一百八十块钱 你意思是说呃 除了你们 你是预官嘛 对 对 除了预官本身之外 其实去空军广播电台 是有稿费的 对还有稿费 另外一笔稿费 是 所以这是 这俨然是一个实习的机会 或实物的这个机会 对对对 那你进入新闻界的历程呢 那时候后来我就 我就退伍的时候 哎我退伍那一年我没有马 我没有马上考那个电视台 没有嗯 那因为有这个广播的一个训练 嗯 就是说最起码在声音口条上 嗯 有一个基本功在 你以前是不是口条就很好 没有 还训练出来 训练出来嗯 然后在那个电台训练完之后 哎那一年之后我就跟着我舅舅 嗯 很奇怪 我就是因缘际会吧 对 那时候舅舅缺一个助手 嗯 舅舅是新竹城隍庙的一个贡玩的老师傅 嗯 结果我在进新闻界的前一年就是 一退伍的时候跟着舅舅 王无清在这个菜市场 嗯 就陪着他这样子卖贡玩这样子 嗯 我体验了菜市场的这种工作 有整整一年的时间 中华如果我是你舅舅的话 嗯 我 对于要找我的侄子跟我一起卖贡玩 我可能会思考很多 哦 嘿嘿 对不对 那因为我可能问问看你的性向 你的兴趣 对不对 那当然当是舅舅 但是这个舅舅看起你的人生另外一条路了 对 其实我当我当时一退伍的时候 我就想说 嗯 我是不是先学一个一技之长 嗯 又除了说 除了说哎 这个会采访啊 这个演戏啊 或者是这个万一有机会当记者 我是 我就那时候想说 再学一个一技之长 记不压身 哎 多一个一技之长 对 那时候我就这样的一个想法 嗯 就真的就是跟舅舅后来真的在菜市场 就卖贡玩 嗯 卖了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就遇到什么 口蹄 口蹄 全台湾第一次遇到那个猪之口蹄 嗯 结果很多民众三个月不碰猪肉 嗯 啊那时候的那时候的想 那时候想法就完了 嗯 我跟舅舅这边说完 没人买 嗯 啊我都没有收入啦 嗯 所以那时候我才去考 TPBS 还有考三 那个考三例 嗯 那还有真相 嗯 那时候三例还没有 还没有开台 然后后来 后来就是 TPBS 我有考上 你说三例还没有新闻台 还没有新闻台 他有这个 中和台 台湾台 对 我就先考 都会台 先考TPBS 还有考真相新闻网 嗯 但是我TPBS考进去的时候 就是 考进我面试的那个长官 方扬中嘛 嗯 他后来就离开TPBS 哦 所以我想说我如果去报道的话 面试我的长官走了 嗯 那我去报道 是不是 嗯 我的感觉是 不太扎实啊 嗯 很可惜啊 对啊 所以后来我就没有去TPBS报道 嗯 我就去 因为真相新闻网有考到 嗯 后来我就去真相 嗯 所以从真相这边开始发提的 在新闻界 那后来呃就转入三立 电视台 对 然后我在真相 跑了一年那时候 我是在白小燕案 嗯 就动视钥匙专案那时候 开始在真相上班 嗯 我连续三个月没有回家 回家也是换衣服 嗯 那时候为了要挖新闻 就住那个 嗯 什么新店分局啊 睡在分局里面啊 嗯 然后有警察一出动啊 就跟着出去 嗯 然后就去拍啊 跟摄影记者拍啊 做连线 嗯 整整三个月没有 没有回家 其实呃 听众朋友或观众朋友 对杨中华开始有 极深刻的这个印象 是从三立电视台 而他那时候是做社会记者 而且他后来当上主管 社会主的副主任啊 那我们也看到他 这个声明大照 就是从他在主播台上 他播报的方式 实在是太特别了 几乎是用全身吃奶的力气 哦 再播我们来一段吧 这个杨中华 你来播一下 今天如果是白小燕案 发生了以后 三两句就好了 你是用什么样 播报风格 让大家回味一下 其实我播新闻的时候 我不不会 我不会傻傻的坐在那 是 那有时候 比如说有一些动画性 我叫人家站起来 哦 你还站起来 所以开仙气之风 是你开始 比如说连线live的时候 有些是走动性的报道 哦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像比如说 哎 那个动216之前大原空难事件的时候 那我们那时候 警察那时候还没有说拉什么封锁线 那我们就会试着把一些什么地上看到的东西 比如说行李箱啊 对对对 掉到了 人家掉下来什么大鱼啊 或是鱼或什么 或是残骸啊 就拿起来一片 然后这个跟观众们朋友们讲 哦 是的 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是这个747他的A300的这个残骸 这个螺旋桨的叶片已经掉在了现场 还冒着烟 非常可怕 我们在看到这个树枝上还有很多这个这个残骸啊 包括人的这个尸首啊 大体都掉落的整个树都是 记者在现场第一线啊 为您看到的状况 马上来告诉你 随时有最新的状况 还会为您做插播报道 其实哦 杨中华他经过生活的这个力量之后 我发现他温和许多 以前的杨中华才不是这样播报的 那你如果还有印象的话 穿一个大西装 然后坐到那个呃台上 哦 整个那种声音又非常的这个特殊 然后几乎是全部哦 这个用出来力气全部用出来了 呃 这个很难以言喻啦 不过我们刚讲 杨中华在主播台上非常的风光 可是呢 随即人生没有那么顺利的 对 他跌入人生的谷地 我们休息一下这段广告 马上来 欢迎回到POP Radio POP抢先报节目 我们今天 今天有故事的单元 我们邀请的是杨中华 刚跟中华已经是 呃 非常如火如荼 谈到他的人生故事哈 那他是进三立电视台 第二年就当上主播 这时间相当短了哈 他后来升上社会中心的副主任 呃 带记者跑新闻 然后踢爆新闻 当时非常流行 而且也把三立的收视率给做高了 但是呢 马上有一个人生的意外的插曲进来以后 就把这个整个杨中华从高空整个拉坠下来 掉到他的人生谷底 中华来谈谈吧 哦那一年我就回想的话 在2008年那时候 嗯 就是我在三立其实已经呆了有十年的时间了哈 那就是就是因为有一个案子嘛 哈 那时候因为是狗仔队队长 下面的记者有去采访 嗯 然后后来做了相关的一些新闻 哎 那是跟对方 他只因为他只认得我 嗯 他不认得 因为我们都是他记者采访的综合报道 嗯 哎 然后我就被被告 嗯 啊被告了然后哎没多久 然后检察官就把我起诉这样 嗯 后来那一年就是留职停薪 留职停薪一年 对 可是我留职停薪 我我还有一个月 是过年呢 哎呦 所以所以 所以那时候留职停薪被要求留职停薪那时候就没有收入嘛 嗯 可是那一年就是是电视台收视率冠军 嗯 然后就我了解 那快要过年的时候每一个员工哦 大大部分都是新闻台员工都三个月的年终奖金 嗯 嗯哼 那我我那时候想一想 哎 连我的本凤和这个三个月年终加起来 我可以领七八十万 如果早一晚一点的话 对啊 过年就有这些 你为什么不把我过晚年再把我留职停薪呢 是 啊 就后来那时候怎么讲 就为了要打官司 嗯 然后就准备了六七个月的时间后来就这样 哎 后来过了这一段时间我都完全没有收入 那时候是靠谁靠太太 那时候已经结婚但是是新婚 对对对那时候就是太太那时候又遇到这个手 要巨大细胞瘤 嗯 然后他要化疗要在绒肿看病 嗯 每个月都要做清创 那一次都是三到四天的时间 嗯哼 那 那那我还 也要支出 也要支出 然后我还要找房房物的贷款 嗯 那所有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啊房贷啊车贷 还有那个太太生病了 嗯 那 太太也是呃媒体圈的人了 对啊 后来也当上这个主播林秀慧 对他是中学的新闻主播 对 哎 那结果变成我我我缴完这些钱之后 我一发现我口袋没根本没钱呢 嗯 我那天 之前有积蓄吗 其实我坦白讲那那几年都没有什么积蓄 对 那主要都是一些有时候家里面啊 要需要钱或干嘛 没有说去特别存款 嗯哼 然后那时候哎 把这个第二小年夜了 那第二天就是要过年了 嗯 就我口袋那时候一摸出来 搅完房贷什么剩十五块 十五块 剩十五块啊 那时候啊我就想说 反正人生最惨就是这样了 嗯哼 就后来我就硬着头皮 嗯 就是跟我以前的老长官 嗯 借了一个三万块 三万块不多哦 嗯 面子问题 还是会有面子问题了 就是以前老长官叫梁元嘛 嗯嗯 那很谢谢大家帮忙 嗯 就会那时候 还好有这三万块 然后可以发 发红包啦 嗯 给爸爸妈妈 那个2008那个年 非常难过 才算过完 嗯 那后面呢 过过年是 我们呃 非常讲究的 对 呃 红包如果发不出去 怎么敢去拜年 真的是丢脸 对 真的呃 年是撑过了 然后后来呢 撑过之后后来 我就想到说 我想把自己舅舅的手艺 嗯 就是因为我跟舅舅 学了一年的 这个手打共玩 嗯嗯 我想把舅舅 这城隍庙新竹共玩的手艺 把它传承下来 中华你第一时间 你就想到舅舅共玩 还是你有想到别的 说实在我们新闻界 第一个特色 非常的绝情 如果今天是杨中华 或者黄光琴 没有人 你在电视节目中 或者是怎样 你消失了一两年 你就消失十年 都没有人理你 他们抢在那个位置 对 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很好面子 对 有时候像中华这个情况 可能不敢开口 嗯 因为也怕新闻界嘴砸 传出去了 那第三个就是说 当你的名片 真是成为我们上个小时 节目有人讲到 就是说你如果拿掉你这个名片 你还是 拿掉你的官方 你什么都不是 而且很难再做别的转业 对 中华你那有想过做别 还是留在新闻界吗 其实那时候我离开电视台的时候 因为我本来可以回三历 嗯 可是他后来又要给我减薪水 我后来官司打赢了 嗯 我本来是被告那个妨碍名誉 减薪的呃 缘由是什么 对 我后来官司打赢了 嗯 可是公司还要给我减薪减两万 就是不管你过去曾经创下什么收视率 带动什么样的一个新闻高厂 对 那是你家的事情 你家的事情 对 反正你回去为什么还要减薪 我 这是匪夷所思 你讲到重点就是 我觉得我那么好几个月没有收入吗 嗯 那官司我打赢了 那时候还本来是原职 为原薪水回去 嗯 就后来给我减薪减两万 嗯 那我就觉得有点莫名其妙 很羞辱人了 其实我在自由时报过去二进二出 真的被羞辱 后来回去老长刚找我回去的时候 呃 除了叫我到我过去老同事的桌前 一个个自我介绍之外还有减薪 这是相当羞辱人的事情 对 嗯 我觉得捡我薪水那羞辱我 嗯 那后来我就说那我不做了不干了 嗯 那我一决定不回电视台的时候 我就在想说 这个圈子我永远都不想回来 嗯嗯嗯 因为我当初为一个电视台卖命十年 结果哎 那官司后来打赢了 回去还要捡我薪水 那我本来想去别台 别的电视台啊 东森啦 TPBS中天呢 嗯 我去别台我会回想 我会问我自己说 那万一有一天又这样怎么办 嗯嗯嗯 又遇到了这样的情形 那我怎么办 而且有时候告 不是当事人就有理 告不一定赢的 可是如果在新闻界 其实难免 会有关心 多多少 很烦呢 很烦呢 多多少都会被告 会告告 对 那我想说 我想要摆脱这种轮回也好 嗯 恶性循环也好 嗯 那我想说我就彻底离开这一行 那我当初要彻底离开这一行的时候 一定很多同业会怎么讲 会看你没有了 是 就说啊 你看这个就是这样 嗯嗯 那我也无所谓啊 可是这话在你最苦的那段时间 老婆撑起了半边天 老婆对你来讲是精神支柱 也是家里的这个生计的一个 非常有有利的一根柱子 对 当初我在这个菜市场 我刚开始在菜市场卖贡兰 嗯 那因为舅舅传给我的一些 本来有一个秘籍 嗯 就被虫咬掉一半 嗯 什么糖要加几两 盐巴加几两 那那个 我都被 武功秘籍竟然去了一半了 武功秘籍被虫咬掉了一半 哎呀那怎么办 那我就要 我就要一直买 就是买肉回来一直试 嗯 那我就还好有舅舅一个老客人 好 那我们先从这边开场 我们等一下 有一大段时间 我们来谈谈 鲍江大购丸 卖的不是洋葱化知名度而已啊 鲍江大购丸卖的是真本事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资讯爆炸的时代 更好更快的新闻选择 黄光琴 带您抢先直击新闻现场 POP抢先报 现在时间是12点32分02秒 欢迎回到POP Radio POP抢先报 节目的现场 我是节目主持人黄光琴 今天有故事 我们节目单元 今天邀请的是杨忠华 他是鲍江大购丸的创办人 当然我们前面两个 呃两段 我们嘻嘻哈哈的谈了很多 他的效忠带累的这个故事 中华 你来讲一讲 就是说 第一个请教你 做过三立相当当红的 呃一位主播 这么风光过 呃走到哪 人家都知道杨忠华 至少在那个时候 对 你怎么样玩 玩下腰 我觉得这个很不容易 这也是我佩服你的地方 呃像我刚刚讲说 刚转行的第一年 就是在菜市场嘛 然后后来就是慢慢就 遇到舅舅的一个老客人 他一直试我的这个贡丸 丸子的手艺之后 哎 后来试了 我大概两个月试了三千斤的 这个猪肉 嗯 才有一天试出来那个比例 黄金比例出来 你说武功秘笈 一半毁损了 本来被从咬光剩一半 那你自己试 有这个舅舅的客人 是 他愿意帮我试这个口味 哦 然后后来一直试 试了第三个月之后 啊 对了 都是这皮 你做了以后请他吃 对对对 他说对了 就是这样 对 他说对了 都是这皮 嗯 这就是你舅舅的味道 是 然后后来我才放下心来 嗯 那时候在 后来有一天那个专门 中国时报 专门跑这个主播的记者 消费新闻的 消费新闻记者的朱美芳 朱美芳 那朱美芳 他就 有一天他打给我 他说中华你离开三立之后 现在在干嘛 嗯 我说我在菜市场卖贡丸 哎呀 这个冲击太大了 嗯 然后他说 诶 好啊 那我你拍 他说你拍一张 你工作的照片给我 那我把你的这个 最近的状况 发一条新闻 嗯 然后我说好啊 嗯 然后后来我就把 我在菜市场工作的状况 然后拍了几张照片 给朱美芳 嗯 然后中国时报 那时候有登了 一张照片 就说 哦 主播杨中华在卖贡丸 然后在这个菜市场 这边 嗯 哎就后来这样的一个讯息 就很多婆婆妈妈 嗯 他专程跑来菜市场 吃我的丸子 嗯 但我一直告诉我自己 就说 我只有这一次机会 嗯 就说 人家会吃你的东西 你 不是因为你 嗯 是因为你 刚开始是因为你的名气 嗯 但是人家以后会成为你的 回头客 中食客户的话 一定要你的东西 要好吃 要真材实料 对 你当初为什么 没有去找媒体的关系 而是朱美芳找上你 对 你你你你不曝光是 有还是有一些面子问题吗 嗯 我刚开始想说我在菜市场 我想慢慢练功夫吗 嗯 但练到说 就像是哎 遇到舅舅老客人 一直把丸子的味道 试到最完美 最棒 perfect的 嗯 我才想说再慢慢的告诉大家 嗯 哎 结果没有想到因为朱美芳 他主动的这个 帮我采访之后 嗯 让很多婆婆妈妈来买 嗯 结果一吃就成了回头客 还有就是说区隔性 对 嗯 一般菜市场好多丸子哦 那你有什么这个不一样的地方 像像记者的训练告诉我 就是说 像我做一个产品 我希望说把那个差异化 拉到最大 嗯 我所谓的差异化就是我的是特大力 舅舅的时候是小力的吗 舅舅那时候是没有那么大 没有那么大 对 你把它集大化 我把它集大化 像这个升卡球一样 像棒球一样 然后就是特大力有汤汁不加粉 那这样的状况之下 很多妈妈吃的时候 哇 这汁汁汁很高的 那我是纯肉嘛 很像汤包 对对对 咬下去还有 咬下去也补汁补汁 有汤汁会跑出来 就很多的这个婆婆妈妈们就很喜欢 很喜欢 然后他们就开始 婆婆妈妈的力量真可怕 她就揪别人 菜奇啊 菜奇啊 有的时候整个社区 就是这对夫妻开车来买 那最远还有从台中坐火车的一个老伯伯来买 她说我看了你的这个故事很棒 我要专程来试你的丸子 结果这个台中来的老伯伯试过之后 以后就常常每个月都宅配 她说你这个丸子就是 我小时候在新竹吃的贡丸 今晚吃不完 所以我一听了我好开心 所谓爆浆 就是里面的汁 你咬下去的话 它会爆出来 对就是有肉汁 就是我们讲说 比如说好吃的这个小笼包 你咬下去就是有肉汁有汤汁 其实那是最好的 那你取名字 包括你刚开始 刚开始卖这个爆浆大贡玩手 因为主播新闻记者的一个训练 所以你还自己下标题 那时候因为有时候有一些媒体来采访的话 那我就是帮他们 方便他们把这个新闻整理好 你自己找新闻点 对找一些新闻点 像我在菜市场生意都还不错 每天都现场一两百斤一两百斤都卖完 但是我在菜市场的第二年 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就在想 难道就是这样子吗 我是不是可以把舅舅的这个手艺发扬光大 我在菜市场卖贡玩第三年 我就转去餐展 参加一些台北美食展 主动的餐展 有信心了 世贸的美食展 那我在第三年的时候 一转行转到那个参加美食展白摊 我自己都吓一跳 就是当我在美食展现场一次四天 那我一人站出来捏丸子给大家吃的时候 每一天一场就五百个人 五百个人 五百个人 那一个展览就有两千个人吃过我的东西 那一年我参加了四个展览 就至少有八千个人吃过我的东西 买过我的东西 所以我在就是转到美食展第三年的时候 就那个业绩爆开来 爆开来 我在第一次参加 真的爆僵啊 对 真的参加那个网络的团购网 在那时候是Glupon 我在两小时卖掉了五千斤的丸子 对中华林刚刚讲几千斤几斤几百斤 对我来讲没概念 对 你可以不要讲一下什么量 一斤九颗 一斤九颗 那五千斤就是四万五千颗 四万五千颗 对啊 那你以一天的量 你以一天的作息 你先跟我们讲讲 像我现在有中央厨房嘛 然后我现在每天就是早上起来 就是先去厨房 中央厨房工作 比如说像平常 今天我没有来这里接受 真的很抱歉 那我可能在这个工厂忙着生产丸子 因为我还有供应一些大卖场 然后另外还有一些团购 比如说17P的团购 然后狗妈级的团购 我团购的量还蛮大 一天就是最起码要做一千斤到两千斤的丸子 对 那工作完之后 像我等一下就要去石牌 在台北石牌捷运站 不相信的朋友 等一下你可以去那边看我 我下午四点钟就在那边卖购玩 在石牌捷运站肯德基的楼下 从下午四点卖到七点三十分 我就每天现做现打丸子 然后给大家吃 机器打 现做 丸子的肉浆 你需要什么流程 对 丸子的肉浆 将削肉绞肉一定都是机器搅拌 机器搅拌 然后最后才透过成型机 成型机 那我店面全部都供应 就是我们就是手 用手亲自捏给大家吃 是 有四家店面 是 那整个的过程大概是这样子 四家店面了 对 那这中间 有人讲说你月入百万 我觉得太低估了吧 其实那个是 没有那个是收 那营业额啦 营业额 对啊 营业额都有超过一百啦 营业额一百 但是我也有很多员工啊 对啊 其实我看错 我想说不是年收入啦 不是不是 月入 月入百万 那实质上的话 那员工有十几个人啊 你现在应该很稳定了 还算稳定 其实我像 特别跟光行报告就是说 像我这两年 有连续得到那个CNN的秘密课 对 我想说我参展完之后 CNN的那个秘密课 美食课 他就是曾经有来台湾 来这个探索 来找一些好吃的台湾小吃 结果有四十家的店铺 被CNN这个美食课 给他这个报道出来 是 那贡丸他只挑一家 就是我 我被 我被CNN挑到连续两年 是 然后比如说像什么 也有挑卤肉饭啊 他是挑到那京风卤肉饭 呃呃 鱼丸也有挑到啊 十家鱼丸 是 那贡丸就是报江大贡丸 杨中华的报江大贡丸 是是 那我想把这个荣耀 因为现在经济不景气 那我想把这个荣耀分享给一些小吃店 还有火锅店 呃 比如说你是卖小吃的 卖火锅的 那你可以跟我批丸子 呃 你是卖凉面店的 哦 凉面搭配贡丸汤最好 那你也可以跟我批贡丸 那我想说把这个荣耀 跟大家一起分享 其实呃 透过这个前面三段的专访 其实我跟中华以前不是很熟 那我看到中华身上有一些元素 第一个是临死不屈的个性 哦 不低头的 好 那第二个他显中求 在人生的最谷底的时候 他自己打出一条路 那第三个呃 他某种程度 他有志同道合的伴侣 他太太是他一个很强的一个精神资助 第四个 他发挥他职场里面所有获得的一个经验 好 那第五个 他会分享 哦 那在整个开支善业 呃某种程度这是一个人生的一个课题 但是杨中华现在变成我们人生的一个课本 好 我们从他身上听他的故事 可以发想很多的一些思路 我们等一下 呃 最后一段我们来谈谈 当杨中华在最谷底的时候 他呃 做什么样的一个思考 以及 灰汗如雨的 我们讲一年四季啊 春夏秋冬啊 当杨中华灰汗如雨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怎么咬着牙度过 第三个 当人生的第一次 虽然他是第二次 他走进菜市场 要靠着自己过去主播的形象 在街头叫卖的时候 一声一声喊出去的时候 心里会不会觉得心酸呢 心酸的滋味又是如何 我们去下进行广告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今天有故事 我们讲的是杨中华的故事 中华 你现在很多人会反问你啦 说你是一个成功人士啊 可是内中的心酸其实不足为外人道 我们首先讲你是经常蜡头两头烧 蜡烛两头烧 您的主播太太 秀慧 她其实在某个时间点 她患了一个罕见疾病是你们刚开始都摸不着头绪 后来呢 经过一些医病的过程 就她康复了 但可是她陪你度过了那一段艰辛岁月 很多时候她偷偷拿私房钱出来 或者她差一点你们就要把房子卖掉 然后后来还去贷款 这个可不可以谈谈 其实那时候就是刚转行的时候 就是入不敷出嘛 是 那包括要缴房贷啦 然后她又常常要跑医院 那个医院她这个巨大细胞瘤这个疾病 她是听医生讲 荣总医生说 这是这个A段班里面最坏的学生 嗯嗯嗯 就是说她会把你的骨头吃掉 然后她会反复的巨大细胞瘤 她会反复的做一个事故的一个动作 嗯那就要一直持续做清创 嗯要清创到完全把这个病菌 就要把它完全清除掉 嗯那前前后后就是 刚结婚那时候就每每个月 就是荣总住院三天三天 嗯那事实上怎么讲 也蛮心疼她的 嗯那有时候还好她身上有一些 存一些私房钱 嗯那在我这边不够用的时候 那她有时候会私下帮我付一些货款 嗯那也蛮感谢自己的太太 对那其实不只是我太太 还有我弟弟嗯 嗯啊我妈妈都有私下都帮我忙 嗯最起码就说 他们很挺我这个儿子 嗯那我也很谢谢自己的亲弟弟 嗯他本来也是在允熊集团工作 然后后来哎他也离开允熊集团 就在兆腾熊旁边嘛 嗯那他也他也投入我的这个共兰的事业 嗯那现在是两兄弟一起在做 就是像很多人不看好你的时候 非常感应 太太弟弟家人对他们是给你无限的信心哦 而且在你们两夫妻求职的过程也没有像大家想象那么顺利 后来生了一对双胞胎女儿哦这也是甜蜜的负担 对就是哎很蛮蛮奇妙的 我觉得就是说那时候我在参那个参加美食展的时候 哎后来那个团购量就爆开来 但到时候就是因为双胞胎就诞生了嘛 嗯然后你想说千金千金会带财来嘛 嗯嗯结果事实上哎这个双胞胎千金诞生之后 就带来了很多这个这个营收了嗯嗯 那说对我们这个家还有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帮助 可是说来简单可是你们在市场摆摊的时候 灰汗如雨是你可以忍了哈 但是如果老天不给面子老天经常下雨的话 那又刮风下雨的话其实对你来讲也要看天吃饭 呃其实我现在的这个营收的量供丸的量 包括光景姐讲就是包括团购啦嗯 然后还有一些大卖场 嗯这已经打出去了 加乐福啦嗯大润发啦嗯大润发这个月就要去卖进去了 除了这些这个大卖场还有这个团购的量之外 嗯嗯我还有四个店面 嗯嗯包括了哦一个摊位 等一下下午我四点钟要去实牌的摊位卖 那其实这些营收是这个量是够的 嗯嗯那为什么我一直坚持在第一线 就是对客人的应对进退 嗯因为我一直告诉我自己就说 我的生活不要过得太安逸 嗯那今天我有能力的时候我站起来了 那我还是每天持续服务一些老客人 嗯嗯那帮助他们那另外就是我能力够的时候 我站在第一线我要体会那个苦的过程 中华我不要忘记这苦的过程 我刚呃在言谈之间我有一句自己突然的发想就是说 我在试图用同理心站在你的位置 你当时候在最惨的人生最惨的时候 你在市场那一声声而且这个过去用的声音是放在主播台啊 灯光照着可是你在菜市场的时候一句一句叫着 杨中华包姜大贡玩的时候你会不会越叫越心酸 会不会流一流下眼泪 我可以叫一句给你听 来好吃的瓦那肉筋香菜肉根哦 来气坏买这也在气坏哦 诶很好吃 好吃的你再备 来好吃的瓦那肉筋香菜肉根哦 来试试看哦试试看 那时候就是可能就是说卯足的劲是要扛起来了 对 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就像你讲的只有一次的机会 对 不成功变成人了 对 你也无言见家里的这个奇小了 其实讲起过去这段故事中华是眼眶还是红了啊 那我们看看就是说你的这个人生经过这么样的一个高低起伏 你总是会留下一些非常珍贵宝贵的这些经验 我们先讲说你当时候制作贡玩的时候厨房里贴上什么叫战守则 孙子兵法竟然也拿出来用场 然后我们最后才跟听众朋友分享你的人生 有获得什么样阳中化的哲学 嗯 其实我的个人看法就是说像我在工厂啊 我有贴一个这个孙子兵法的标语 就是说兵者死身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查 至死地而后 生 嗯 最重要的是生这个字 嗯 就是说我们还会再有机会 嗯 那像前几天我看光晴的脸书上有一个放一个影像 嗯 就说小朋友在拔河 拔河拔河 嗯 就有一个穿红色衣服的小小小男孩 诶 他一直不放弃 嗯 他们本来要输了 对 本来红线已经到了 要被拔过去了 你看他 不可能赢的 但是他一直坚持 诶 坚持到最后一刻 嗯嗯嗯 那 那其实危机就是人生转转机 嗯嗯嗯 那我会 我会希望 我建议大家 就说 诶我今天像我今天其实我的丸子会受到大家关注 是因为 我的丸子是 有故事的贡丸 嗯嗯嗯 那会感动人心的贡丸 嗯嗯嗯 你吃了我的贡丸 你就会想起 我们这个不放弃人生的故事 嗯嗯 这样子 其实杨中华真的是 创造自己的事业 呃抛去过往 呃不再用这个 美光灯下这个光环 呃不再去想 过去 我曾经怎么样轰轰烈烈的 那非常务实务本的 行使他的人生 其实我刚刚私下跟这个中华讲 其实我的人生哲学 其实我跟你这个孙子兵法很像 我的作用名是 姓生不生 必死不死 就说你侥幸求生存 这个是 没办法生下生活下来 生存下来 但是你抱着必死的决心 就是必死你就不会死 这就是我们险中求 姓生不生 必死不死 中华你有点这个意味 很多其实 其实你看经济部 他那个有一个数据 嗯就是说 你要害一个人 你就叫他去创业 嗯为什么 因为100家 创业的这个店铺当中 第一年阵亡的 就就怎么样 就有98的阵亡 那你能够存活到 三年的 那只有最后的5% 嗯嗯嗯 所以100家企业里面 你能够真正撑到三年以上 只有5家 所以那是非常的 每一步都要战战兢兢 中华 很辛苦 其实实力才是硬道理 对 在你的这个实力 我们不再讲究 专业的这个 所谓新闻界 其实那时候有你的相当实力 否则你不可能创造 这样的一个高峰的 对 那我们再次重申了 其实新闻圈是非常绝情的一个 环境 他抛弃过去 那你现在实力展现 这个是不是你的一个 就是说累积起来 你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我觉得就是说 实际上是光琪姐讲 就是民众他吃你的东西 尤其我是做这个餐饮业 对 你只有一次机会 因为你的名气 刚开始人家会来买你第一次 这是捧场 永远捧场啊 不会永远给你捧场 那你的东西一定要好吃 就是真材实料 那一传十 十传百 百传千千传万 对 你的生意 这个口碑才会持续 像对我来说 就是因为CNN有来报道了 台湾必吃的美食 必吃的贡丸 然后我是排行第38名 海银 那个面包师傅 五保存一名 是是 那有这个头衔 其实我本来想说 最后一点时间跟你的老东家 或者说其他的这个新闻间朋友 讲讲话 后来我不了 十秒钟对你的太太 林秀慧 讲一些吧 呃 没有 就谢谢自己的老婆的 一路上的这帮忙 还有自己的弟弟 还有妈妈的一路 帮忙 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 我会一路的支持下去 好 这就是杨忠华的故事 我们接下来请收听 连弯抢签报 以及由Danny主持的音乐123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POP抢签报 制作人高培轩 企划制作张云珍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音乐123